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平隆基督教医院牙科刘正森医师 今天来跟大家谈一谈牙周病 那牙周病的治疗 我们刚才谈到是说 它是细菌造成的一个发炎的反应 所以清洁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那也就是说 你每天的血牙刷牙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把牙菌斑给去除掉 就可以把这些发炎最开始的一个起始点给去除掉 那就可以避免它一直往下再走 那如果真的造成牙周病发炎的话 那可能还是要寻求牙医师的帮忙 那治疗的部分 除了这种清创之外 少部分的病例是需要手术的 那我要说 大部分的牙周病的治疗 都是需要 都仅限于在这种保守性的 这种非手术性的治疗 就可以治疗好的 并不需要进到一定进到这种手术 如果比较严重的话 那可能需要手术 那也需要填 有一些比如说 放在生末跟这个牙周的骨移植 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 一个比较少的case 所以牙周病的治疗 归根结底是一个清洁的工作 那其他相关的药物 比如说抗生素 还有所谓的雷射 它都只是一个辅助性的治疗 我们最重要的工作还是清洁 包括您的结牙 还有我们专业性的清创 这是治疗的最主要的工作 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 也欢迎您到您身边的牙医师 或者到屏东基督教院牙科 来寻求协助 谢谢